先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 首先这一题 76 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个 几个尺寸 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圆的中心点 相距109 那我们其实可以 这边画一条线 或者你不画一条也没关系 你这样用追踪的方式也可以 那 我们这个地方假设先画一条线 那里面的话会有几个尺寸 包含就是这边有个39 所以你这边其实可以画一个圆 39 半径39 另外的话这边有一个直径 38 所以他离半是 19 我们用画个直径 半径为19的圆 然后再来的话外面还有一个 这个圆 这个圆的话给我们一个这个尺寸直径是 这个82 所以是41 然后画一个圆 那也就两个圆 那这总共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三个圆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边的上面这部分 其实可以透过什么 切切 然后半径 109 对不对 切出来 那这边是切 切 然后100 218 所以切完之后的话 把不需要的线段 去掉 再来的话 这边里面的部分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里面里面的部分 这边有个12 也就是其实你可以 切完之后呢把这边的这几个 这几个线段 这个线段跟这个线段 还有这个线段的做一个 偏移 偏移12 往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做个圆角 因为有两个圆角 所以你在 圆角之后先给一个半径为8 8Enter 就是REnter 8Enter之后再多一个MEnter MEnter的话呢实际上就是 可以多重 两次 那这边做完圆角把不需要的线段 裁掉那这一体就完整 所以这一体基本上 不是太困难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一体基本上 大概跟前面 这个题目差异性不会太大 这一体复杂度不高 那第1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在 这个地方 先画一条辅助线 这个距离的话 109 109 那再按两个端点 各画园 画园的部分的话呢 左边的圆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半径为39 右边的部分的圆呢 我们就画两个圆 一个外面的圆的话呢 是这个41 41 82里半 另外呢 这个里面的圆的话呢 它的半径是 19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利用切切半 绘制里面的圆里面的切切半 特别注意 切的话是这样切过来 所以你选的那个 呃这个这个圆的话 请你选